不是说惊悚吗 惊悚在哪里啊 你怎么回事这是 我这个是后来又修复了四次 就是前一段时间刚刚进行完第四次修复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在想十二项的失败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 但是真正看到你 就是这样啊 周杰老师 我负责任的说一句 这个修复好成功啊 真的 这个修复好成功啊 跟你之前见到的判若两人了是吗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 很正常很漂亮的一个女孩 我也看不出 对 刘老师眼中的惊悚 我预测的不堪 你认为现在这张脸还存在什么问题吗 就是仔细看左右脸还是有点不对称的 然后鼻子还需要一些调整 胸部还需要一些修复 不管那些 我为你高兴 这样我觉得大家会很好奇 到底靳坤在选择肘容之前是什么样的 我们通过照片来了解一下好吗 这张是靳坤 整容之前的照片 蛮漂亮 对 你当时对自己五官当中哪些不满意呢 其实最开始我整形的原因是因为有聚乳症 就是当时胸部长得有点过大了 后来因为去做一个聚乳缩小的手术 结果就遇到了一个不良的医生 就没有做好 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当时是造成了幼乳房的这个缺失 所以说也是为了修复它 找了很多医生之后 就是大部分的医生都采取拒绝的一种态度 最后我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了一个可以帮我修复的机会 但是他当时就跟我讲 他说我不但要帮你修复胸部 还要给你一张美丽的脸 那我当时也是出于感激之情吧 然后就接受了面部整形的建议 结果后来又出现了很不好的问题 我们人听起来都感觉像一个连续剧 是因为做了一个手术之后 需要另外一个手术来修复 在新的手术当中又出现了问题 对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它给了你很多的橄榄枝 等到你修复以后会更加的美丽 作为一个女孩面对这样的诱惑 有时候可能确实是静不住 主要也是修复心切 因为这个胸部修复太难了 再加上当时他给了我那么好的条件 我确实有点懵了 所以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主角 有请主角 静春